港台體壇, 1, 2, 3 最招香港及國際體壇 和你一起緊貼體壇盛事 港台體壇, 1, 2, 3 常言道好波, 不如好運 認識人比識子好 我覺得今天生活在地球上 認識兩種人是可保平安的 一種是電腦專家 因為在電腦上實在有太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真是處理不到的 另外一種就是健康專家 就是我身邊的這位雷雄德博士 你好雷博士 你好, 我也很開心 還有, 你要介紹自己的良麗琴 每一次雷博士都會介紹我的名字 不是所有主持都會這樣做 健康這件事, 通常大家都失去了 或者快點失去的時候 你才要珍惜 珍惜吧 其實現在不是 應該要… 當你現在很健康的時候 要維持你的健康 這才是技術 沒錯, 這是相當重要 因為話說,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雷博士其實經歷了 之前星期日的深夜開始的 歐洲國家表演決賽 然後再看… 終於完結了… 再看美洲國家表演決賽之後 到今天我還沒回到魂 就是你現在還叫做時差症 沒錯, 因為其實不僅僅我 我有問過鍾仔, 鍾志光 他也是晚上一刻 偷幾個小時出來睡一睡 晚上起床就看歐洲國家杯 看完之後又再睡一睡 然後再起床就看美洲國家杯決賽 好了, 我就有個問題 其實我相信不僅是中志光 不僅是我 荒天下間很多球迷都是這樣做的 包括我都曾經會做… 都是這樣瘋子 是吧 是的, 我想問如果睡覺的時間 我真的將它這樣斬開斬件 幾個小時, 幾個小時這樣 其實保護不可以放? 我們要拉長一點來看就行 縮短一點來看 如果你說只是那幾天來看 其實就對身體的影響都挺大的 特別是現在我們很多發現, 精神健康 因為你短暫睡 睡一會睡一會睡一會 其實你的腦部 其實是沒有做一個好的恢復 是 另外就是如果這樣短暫睡 其實我們的免疫系統是下跌的 假設你那天 那晚正常 我當是大約是七至八個小時 七至八個小時左右的成年人的歲月 長者同樣都需要七至八個小時 現在是更新的了 長者睡少一點, 這個是個謀誤 我們遲些再說 是的, 因為我很多長者 我都很長時間睡眠 所以如果當你只是睡得 可能在說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你的免疫細胞的功能 是接近跌了一半的 所以你說行不行? 你說行不行? 就是這樣 我們從一個免疫系統的功能來看 如果大家發覺熬夜 或者唱K也好, 看波也好 工作也好 去到晚上你就 咦? 為什麼要躺躺? 所以要吃東西 因為主要你的免疫系統就下跌了 這個才是影響我們的 所以現在我們的睡眠的研究 在我們運動科學來說 這個就叫做恢復的科學 因為睡眠是恢復的一部分 理想的睡眠應該是一覺睡足足的 你耐不中, 耐不中就OK 但是你現在歐洲國家一杯 都打完了幾天了 對…我到現在精神毀滅了嗎? 你現在這個梁麗勤 是出現一個學術上的時差症 時差症? 因為你擾亂了生理時鐘 是… 你說有人先還是地球先? 當然有地球先 所以我們人類就要適應地球的… 問多一點 例如有些朋友… 我不知道會不會… 偶日為之, 突然有兩個決賽 沒辦法了 但會不會…假如有些朋友 他真的…工作令到他可能要睡三個小時 然後做事 然後又睡三個小時, 又做事 這樣的時候呢? 會不會有一個身體因為習慣了 所以… 這個要比較適應的… 比較適應的 譬如我自己玩帆船 我們如果參加一些越洋的帆船比賽 譬如我們駛船去南出國海比賽 是啊… 我們在船上, 船可以停的 一定要有人控制的 我們12個人一隊 我們6個分開兩艘 6個就是休息 6個就是控制一隻船 通常做三個小時 就是睡三個小時 做三個小時, 上三個小時 整天都是這樣的 24小時的帆船都在走 越洋的比賽 上岸那幾天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適應得到 所以我們那個衛生 我們那個口罩 譬如是一些保暖的措施 那一定要做得好 主要保充那個… 就是主要那個… 確保健康不要被它跌 就是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跌了 那還有如果你不夠睡 其實你的情緒都差了 是啊… 那你這幾天OK吧 牛牛的樣子 所以大家觀眾聽眾朋友 都要給一點包容 阿良來近主持節目 其實最慘的是什麼呢 最慘是你的狀態 可能還未達到正常水平 但是因為你要工作的時候 就把自己的能量 最慘的是英格蘭輸球 不要這樣, 雷博士 真的… 我收回這句話 很開心 幸好阿仙奴也是英格的眼睛 很難受, 挺不輸的 這個時間我們進社交圈 還有很多事情跟大家聊, 來吧 運動社交圈 你計算一下時間 還有沒有多久 大家可能又要繼續玩牙齒 7月26號 玩牙齒了, 又要… 少少熬吧… 至少我自己也會的 一定晚上一刻深夜的時間 有精彩比賽 你沒理由錯過, 四年一次, 對吧 我們昨天香港電台… 你要說吧 很大件事 是, 你先說吧 昨天早上在電視部那邊 有一個啟動儀式 無論是電視, 我們港台電視 和電台都有奧運的節目 告訴大家 還有管理層很慷慨 有個小豬 對, 像小豬 這些是我們中國的傳統, 是吧 我看你也有出場 我其實是在旁邊經過的 是… 經過 因為其實港台上上下下 為了這次的奧運 其實大家都很努力 我們就兵分兩路 沒錯, 做很多不同的節目 譬如電台, 我們這邊 接下來7月22號開始 就有奧運第一台 是 我覺得三年前 星期日我和你也在… 當時是東京奧運 在奧運第一台, 大家有合作 沒錯 然後今屆來到法國的巴黎奧運 我們又會繼續合作 對, 電視那邊也有 沒錯 電視那邊 因為我們電台沒有畫面 電視那些是香港隊 特別是國家隊 這些畫面就會在電視那邊的同事 是 就會緊貼著 即時是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對, 所以大家接下來 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電台 為大家發送的奧運消息 還有我們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免費重溫 當然了 對, 聽不到我們… 電台電視全部… 全方位覆蓋多厲害 對 好, 那就是奧運 當然我們對港隊相當注意 對於國家隊也是一樣的 剛剛… 真的有些消息 入了村 這個… 我覺得贊 這個有剛剛今天的資料 就說我們國家隊 特別比鞭球隊、游泳隊 都陸續入選手村 你看看, 7月26日 今天10月… 現在才有17日 還有… 10日 一個星期有多 為何這麼早入村 為何這麼早入村 當然有原因的 是, 要跟大家說 因為在精英運動比賽 特別是… 乒乓球 你知道我們是國保來的 我們很多很多很厲害的 輸贏是真的差一點 是 而選手村的環境 無論是飲食、睡眠 他整個生活 心理上的一個 不會令他有緊張、壓力 這個情況呢, 你要讓運動員適應 是 所以現在早十多天 入村, 習慣了生活 讓他享受 最擔心的就是… 現在早前 不是說… 就是澳祖委、巴黎那邊 說沒有冷氣 是啊, 真的很煩 現在又回來了 因為最早… 最早哪個國家出聲呢 就是美國 美國… 因為美國要做金牌大哥 我這些運動員睡得不好 一會兒輸了… 影響表現 沒有金牌那怎麼辦 當然要保護他們 但他不夠 他說他現在又回到冷氣 但他不是每間房間都有 大會就說有七千多個房間 但有二千五百部冷氣 那怎樣分 怎樣分呢 是啊, 這個他沒有公佈 他真的… 我覺得… 我們都有代表團 有可能有醫護人員 有徐隊的一些工作人員 領隊 這個我覺得真的要犧牲 運動員一定要有冷氣 是 因為輸贏的 你說何時賠 如果那晚睡得不好 是呀 樹、游泳, 差一隻手指的位置 電池 不知道, 零點零一秒 那又是誰計算 而且說到何思培 因為他今屆的對手 跟王解一樣 相當強 他要更進一步 或者保持好程度都有… 張家朗一見之差 很大挑戰 如果他睡得不好 那… 你贏的機會就大了 是… 那就是… 我們逐一點 我不贊成絕對反對賭博 譬如打麻雀 你叫卡魯絕章 以及叫… 2584736 誰有機會吃的 大一點 那當然是叫… 去外地跑 真的嗎 為什麼國家隊 這麼早去適應選手村呢 吃東西都是一個問題 去到外地比賽 我們的原則就是 你不要吃一些 你從來沒吃過的東西 不要去私心 因為你的腸胃要適應 你跑完才好私心 跑完才好 先跑完才好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那所以選手村 為什麼每屆的奧運 選手村都有不同的中西美食 真是你去到 很多時候都有 但是這一屆大會 就為了要碳中和 就是氣候暖化這個問題 所以相對肉這個 就是肉是少一點 因為現在的… 你吃肉 其實要那個碳的支援 碳的方式 是的 都說有影響了 但是我就覺得 環保是需要 我們幫助控制氣候變化 也都需要 但是同一個平衡 就是運動員 四年在奧運的價值 追求卓越 能夠實現它最好的成績 這個也是需要欣賞尊重的 沒有人想 所以兩者是要平衡 沒錯 所以基於這個平衡點 我都很反對 就是說不要太極端 所以我也覺得 運動員應該有冷氣 因為現在告訴大家 數字在運動科學上 最理想的睡眠的時候 得到身體最佳的恢復 包括心肺功能 肌肉 你整個代謝系統的恢復 而睡眠的溫度 大約是16至20度左右 哎呀 前台獎 天文台台獎 天文台台獎 他經常都強調是不開冷氣睡 但他有時候都會有空位 因為譬如有孫女 睡不到 都要開一點點給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庸之道 要找一個平衡 而且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不是說肉相對少的 在洗手間裏面 也夠的 但如果那些運動員吃不飽 又會影響 有些吃不習慣 又會影響 那是不是要自己 不單是要帶冷氣 還要帶射 那些肉類去呢 其實曾經 我記得孟聯 是幾年 零幾年的時候 孟聯先後來過幾次香港 他們來之前的幾個星期 孟聯隊的營養師 真的來香港 特意來香港 他們住的酒店 跟廚師計算營養 餐單 這個是職業球隊 要做 當然不同的國家 現在奧運講的 200多個國家地區參加的 有些可能照顧好一點 有些相對的資源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們香港隊 這方面都對於運動員 那個營養的教育 是做得很好的 是 如果你梁麗琴 你喜歡吃那些什麼香腸 午餐肉 你就不要做精英運動員 因為體院的精英運動員 那個餐單 那個餐廳 飯堂是沒有這些午餐肉 香腸吃的 因為它的蠟質太高 那就影響他們整個營養的補充 而且蠟質高 我們健康也不好 對… 你會高血壓 那些 所以吃什麼呢 就等於你進入什麼好的電郵 所以在選手村裡面 大會就一定提供 除了你們自己去選 不過你怎樣去選擇呢 就你們自己的隊伍去決定 所以就像雷博士經常都說 技術、戰術、體能、心理 我覺得有冷氣這件事 一個舒適的環境 其實就完全滿足了 運動員在心理的… 這樣說我們不要說運動 我們平時一般普羅大 還去睡覺環境 有時冷氣都是一個心理的 都是的 都是心理的 對的 你心理習慣了就要 但我覺得有時七、八月 現在真的太酷熱了 極端酷熱的時候 對… 有時給一點點空間 自己也沒有壞 而且說到酷熱 現在其實天文台 是酷熱天氣警告正在生效 所以也是跟一些 可能在室外工作的朋友說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我們直播說一定有冷氣 不是那些器材不行 其實我們… 雷博士, 我們真的很幸福 我們開工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冷氣, 舒舒服服 所以還是要盡我們的能力 去提醒大家 如果是室外的朋友 或是沒有冷氣空間的朋友 工作的時候要小心… 注意環境 還有… 補充水分 多喝點水, 沒錯 這件事最重要 巴林奧運, 賽前熱身 大家好, 歡迎收看巴林奧運 賽前熱身, 我是阿米 我是嘉嘉 阿米, 我們今天穿得這麼帥 有身處於公下 是為了什麼奧運項目呢? 這個項目就厲害了 因為是前所未有 這屆巴林奧運新增的霹靂舞 我們今天邀請了兩位 喜歡的霹靂舞者 跟我們聊聊聊天 示範一些基本的動作之餘 還教我們跳小小舞 很期待, 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霹靂舞 除了時間的推移 霹靂舞逐漸發展成一種 全球性的舞蹈風格 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裡 霹靂舞就首次被選為 奧運會項目之一 霹靂舞作為一種具有全球影響力 和受歡迎的舞蹈風格 加入奧運會 就被視為一個能夠增加 奧運會吸引力和多樣性的選擇 同時亦為霹靂舞這組街頭文化 帶來更多關注和認可 自從霹靂舞加入了巴黎奧運之後 會否對舞者來說 是一個很高的鼓舞呢 其實會的 當然運動員有一個很高的目標去追求 另外無論是商家、媒體、媒介 都會更想去了解這件事 甚至投資在這個項目上 對於業界、經營者、運動員 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或很大機會 現在霹靂舞已經成為了奧運的比賽項目 我想問一下他們分幾多項目 和評分準則又如何 主要是男和女單對單地做 至於評分準則其實分五個 第一個是技術,即是基本功 第二個是詞彙,即是詞彙 即是有幾多動作 第三個是原創性 第四項是執行,叫做執行性 動作多麼流暢,乾不乾淨等等 第五項就是詞彙 我們也知道國際上 可能有很多強手 但在我們香港 現在的霹靂舞的發展是怎樣的 以前的人可能會覺得 霹靂舞是壞的小朋友才會接觸 但現在成為了奧運項目之後 其實就專業了很多 以及健康正面的訊息給大家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如果小學、中學、甚至大學 都開始有霹靂舞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人接觸 比賽或表演都會有不同的人支持 就會有很多 也想問一下 譬如大眾如果真的想學霹靂舞 其實除了場地 譬如這些鏡房之外 有否有哪些公眾場合 有機會可以跟你們一起練舞 或者大家平時去哪裡練舞很多 現在大部分都已經上去公下 因為始終我們香港 還未有一個叫做跳舞的地方 即屬於跳舞的地方 公開給別人去跳 參考其他地區 他們會在地鐵站旁邊 會有鏡子讓大家一起去跳舞 那個地方是畫成跳舞區 但香港其實這些位置比較少 可能地少人多 或是他們有地 他們未必懂得怎樣使用 所以反而我們要透過更多人 去認識這個運動 去向地產商或地鐵 或這些去做一些教育 或是開放民創空間的必要性 可以令更多人在街上跳舞 甚至接觸到這件事 現在就教你們搖滾步 talk walk 左腳先踏一下 左 右腳踏一下 對 我們重複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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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動作 就是我們做一條 一 然後踏去左邊 右腳 二 對 現在我們手的手可以更帥 然後回來 三 踏出去 四 回來 五 踏出去 六 回來 然後轉身 五 六 鋪七 八 姿勢 好 我們剛剛練習完了 不如我們現在連同兩位教練 一起跳一次,好嗎 好 BJ,厲害 喂 我們要練多點肥 對,很困難 我是一個很喜歡在街上周圍看 周圍觀察 我也是 周圍八卦的人 我也是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小時候開始 不是,我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就發現很多公園裡面 都有很多大隻哥哥、大隻叔叔 甚至乎有些大隻… 不是,美女姐姐 都開始在不同的器材上做健身 因為公園真的有很多健身設施 但因為那些設施…應該是… 那些設施小時候,其實我在爬 我也玩 是… 我全靠那些設施當年考入師範讀體育 因為那些爬鋼架… 沒錯,爬鋼架 爬鋼架,我們那時候要考做十下 引得向上 那時候家裡也不知道… 你真的… 於是在下面公園練習得夠分 去考,結果就行了 那些小時候會覺得是小朋友玩的 但原來不是 很中稱也對,同一個設施 其實真的人人玩都可以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位嘉賓 他應該都是爬鋼架,爬得多 爬到一身好武功,還做了 香港架頭健身總會主席 有請莫浩賢,你好… 你好… 真的很開心 對,剛才你們兩位 是不是適於微視那一位呢? 你一身報,莫浩賢 是當年我在大學體育的本科同學 謝謝你,挺好聽 我記得你中學是來住林湖中學 沒記錯 不是,是盧冠廷 是盧冠廷… 差一點… 對了,今天雷博士當年的學生 成為了街頭健身總會主席 首先訪問雷博士,有什麼感受? 其實讀書的時候 他已經介紹和我去玩了 已經很健碩了 讀書院很健碩了 是 不如這樣,先說說香港街頭健身的歷史 問你一定會回答這個問題 問我就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其實我是第二把交椅 其實本身的街頭健身總會主席 就是他之前的主席 就是第一代Finder 其實他去到一開始 在2014年的時候 已經成立了這個會 主要其實他的目標 就是為了這樣推廣這個運動 而且主要是他想令到年輕人 因為我們的運動是年輕人受眾比較多 是 所以他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Empower to create 就是希望將這個運動 帶給他們的時候 他們能夠利用 就是透過這個運動 對他們有些正面的影響 但是影響什麼呢?他就不知道 可能他將來健康一點吧 可能肯定健康了 肯定健康了 肯定健康了 個人有正向的思維 肯定有 還有一些價值觀 甚至乎將他可能以這件事為職業 就好像我這樣 我當初他這個會成立的時候 我就是那個受眾 然後 你就是受惠者? 對,我是受惠者來的 然後去到2020年的時候 我就接手了家庭健身總會 我們一直以來做的事 都是希望保持搞比賽 搞活動 推廣這個運動 因為其實這個運動是很值得推廣的 因為他這件事比較… 他很自由的 其實他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做得 所以當初兩位主席做了這個會出來的時候 我就因為這件事 然後就開始改變了自己 所以慢慢就將這個理念繼續傳承下去 其實你也要… 這個概念真是好 其實我們梁麗勤 我們小時候都是公園大的 當時你們的年代 就已經康民署的那些場地公園 就沒有什麼爬鋼架的了 你們的年代… 是的,我們真的有 因為聲稱就說很危險 但我們的年代是受惠於爬鋼架的 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有出電視片集 叫做泰山 你沒看過的了 你們先不說看 那個… 那就拚了 所以我們就很喜歡下去街頭 就是那些公園的鋼架 有差不多兩個人、三個人那麼高 就爬來爬去 我當年考師範做那些體能鍛鍊 引得向上那一刻 就是去街頭玩那些街頭 現在叫街頭健身 那時候叫爬鋼架 那就鍛鍊那些肌肉回來 好了 很多人都現在的家長 都不是很放心 就給小朋友 梁德勤你自己去街頭玩 去公園玩完 上來吃飯 是不行的了 這個社會的轉變 取而代之 就要有些組織的活動 於是就衍生了 浩然你們這個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所有年輕人 所有的學生、年輕人 都應該去公園玩的 公園更加應該有些健身的設施 是不是 但現在的健身的設施 又沒有那些鋼架 打鞦韆都沒有 你看到小時候那些鋼的鞦韆很高 那些是木板鞦韆 都碰到的高度 浩然你們小時候都沒有那些鞦韆 我小時候都有的 但我小時候沒那麼活躍 我小時候不玩這些 譬如你叫我爬猴子 我都不爬 但是我記得有印象 我現在就叫做職位上 我看過以前的公園 以前的公園很高的 上樓梯 兩層樓 上樓 你爬上去已經很累了 其實已經 但是小朋友覺得很享受 可以 現在就變成有一個 我們以前叫做自由活動 現在就變成所有街頭 健身的一個組織 他有一個好像證明了他的 其實這件事在外國我看已經很普及了 是的 其實他們當初 其實我們最開始發現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是很早期 可能十幾年前的時候 在美國 或者以前叫俄羅斯 他們做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做這些訓練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多人做這些訓練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這些設施 然後就有點像是有個叫做法源地 其實這個訓練的系統 其實是很久以前沒有健身室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 只不過現在就回來出現 然後他變成了更加有規範 有觀賞性的東西 如果我問總會 每一個體育總會 在網站上都有一些官方的運動的歷史 如果你說官方來說 現在確認街頭健身的歷史起源是怎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 是否中雪昏雲 是,其實很難找到 中雪昏雲很難 是誰出現 你問我 我當年在讀書讀回來的時候 就是在說他們沒有健身 但是沒有任何情況下 可能他們真的要以自己的體重去做訓練 其實那時候來 說真的已經是在說 我都不記得多少年前 但是你說 可能是二、三十年前 然後到現在 我找到這件事又再出現的時候 就是那些人開始發現原來人體的體重裏面 其實還可以做一些違反地心吸力的東西 是 慢慢慢慢的時候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是可能在美國、烏克蘭那些地方的時候 其實找到他們會做這些訓練 是最早期會最多的為人所知 你說起我記得浩然 就應該大概是二十幾三十年前 健身熱潮開始輕起 是 當時那些教練 要Arobic那些 是,就要想很多的東西 而當時發覺肌肉訓練是重要的 所以就衍生有個名稱 你剛才說的 就是體重訓練 是,自我自身體重 是,利用自己的體重 我一搭著你的肩膀 你幹嘛壓著你 那我就會煩 因為我的手也是重量 是吧 我們兩隻手大約佔了三個百分比我們的體重 所以被人搭著肩膀都覺得重 是很重的 所以街頭健身就借用那些在公園的器材 就做一個體重訓練 然後衍生出來 你現在做到就像體重的表演 所以就當,譬如那個訓練的方法 我們叫做自身體重訓練 或者叫徒手健身 主要是做一些body weight的東西 去到街頭健身的領域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將那樣東西深化了 變成了一些很具表演性 可能你甚至除了它違反地心吸力之餘 可能人是維持水平的動作 有些好像steering 就是體重的調環 體重的調環 但我們又會混合單槓 整套東西都加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現在我們香港有比賽 有比賽的 因為有比賽的好處 你那些人有個目標 我的轉體、翻騰的動作 我應該要勁過浩然的 那些人一代一代接上去 接下來你們或者過去有什麼比賽 舉辦過 我們每年都會搞一個 街頭健身的錦標賽 它就是free style 就好像剛剛雷博士所說的 其實就是動作的 combination 那你有沒有說要做多少個動作 那個比賽 我們最少要做 我們有幾個不同的評分準則 一個叫做靜態動作 一個叫做動態動作 就好像掛指國旗那些 對…就保持住 那個很好看 但其實是慢慢升起的 很好看 你剛才說的Human Flight 就是人會抓著眼鏡 就要打橫做 打橫 那就是我們比較標的動作 那些就叫做靜態動作 不動的 然後譬如我們的動態動作 就是動的東西 譬如你見到那個人在空中翻腾 有旋轉轉體的東西 會離開之降回去的 那些就是比較動態向的 或者是他可能倒立的時候 會做一些掌相 就是一些移動中的動作 那它也是動態的動作 那最後就是我們有個叫做combo的動作 那是什麼來的呢 組合 其實是了 就是剛剛我們所說的 他們中間兩個動作 A、B的連接做得漂亮不漂亮 就是我抓到光之後 我是脫了手的 但是我繼續做得很順 有幾個動作連接去的 那combo越順越高分 那那個評分是怎樣 如果我用體操 可能大家對於體慣奧運 有體操比賽 有這個難度分 有這個技巧分 或者是執行的時候表現分 那你們那個評分是怎樣算的 我們其實每一個項目 就最少都有一個評判 譬如剛剛那裡有三個東西 每樣東西都有一個評判 那那個評判是獨立 只是看那個項目 只是看那個 就是可能我動態不需要看靜態 靜態不需要看combo 那大家各自給各自的分 然後那些動作裡面 就看動作的難度 所以其實要好看那個評判 究竟他自己是否會做 譬如你可能找一個評判 他根本我都不會做的 那你就不能夠找他去做評分 因為他都不知道究竟做什麼 那你的評判當然要上過 你們裁判當然要上過 你們裁判當然要上過 就是我們會在他們去比賽的時候 我們會 在他們去做評判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定會跟他們開會 就是讓他們知道 最少都一定要開過會 他們知道原來是這樣 但是以前一開始就比較 複零複一點 但是現在因為其實開始大家都成熟 那個系統很成熟 現在有沒有踢球也有VAR 你們有沒有拍片來做爭拗的時候 這些可以客觀 我們的拍片是拿來… 譬如說這樣說 我們的VAR其實是… 對,他們是拿來打卡的 因為過下的評判 反過來想 譬如那個動作 我覺得這樣有什麼… 這樣的時候 反過來可能那個評判 純粹他… 斬一下眼睛 他就看不見了 但是那時候的責任就會… 反過來是運動員那個做的時候 我的表現本身… 我的表現裡面 是包含了我要被人看到我做什麼 就是我做一下一下… 那個表情也會不會是… 會的… 會的… 有些笑容 他不會明文規定 他是有分別的 但其實你看見那個人做到震了 然後很緊張 有個人是笑著笑著的 那其實真的會… 真的很遠 因為… 但是也挺詭異的 其實他在做一些很有力量的動作 但是… 他們真的會笑 你看那些體操的那些 女生運動員都化妝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 其實我覺得街頭健身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很有創意 可以把自己個人的創意放進去 我想問 如果突然之間在那個比賽裡面 出了一個動作 是前無古人做過的 會不會有一個叫做動作 創新的分數 他會…應該這樣說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動作出現 有時候… 其實我們的系統是去拉曲的 譬如那個十個人裡面 有一個人 就是超級突然之間 有一個厲害的動作的時候 那他會怎樣呢 那他當然那個動作的 relating的項目會高分一點 可能他… 好像你剛才說的 做一個很厲害的反彈動作 那他的花式動態就會高分 但是他… 整個比賽裡面… 可能靜態說的又吃虧一點 是啊 但是他是一套combo這樣計算的 因為我們每一個回合最少都要做兩套combo 每一套combo裡面 要最少有兩個動態和兩個靜態加在一起 他才叫做一套完整的combo 所以他懂得一招很厲害 他可以是過一下很厲害 對 但是那個人可能會弄他一點點的 但是他做十幾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很難… 一氣呵成 對… 變成拉出來的分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點不一樣 那些動作呢? 我想問… 譬如我們放在體操的層面 有些是有名字的 湯馬斯團船那些 其實在街頭健身 會不會有些動作是有秘密的 有些莫浩瑩動作 對, 莫浩瑩動作 我們沒有一個很公表的命名 多數的名字是哪裡來的 其實是一直以來這麼多年來講 可能十幾年來大家做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人去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他做事 但是他就… 我不需要… 不需要一個雙筆給他 這個是莫浩瑩的 有了這些動作 那些年輕人會不會… 就是年輕的運動員會不會… 模仿 會的… 當初我學習的… 就是我去玩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教練 也說到十年前 我就是要這樣去模仿 介紹一下有哪些動作 雖然我們現在在聲音裡面 就是在畫面上看不到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教的動作 是怎樣轉呢? 在那支鋼上怎樣搖 放心, 我們不用… 你現在馬上表演 不用做… 我想要做會比較容易 不過是, 有時候可能很難說 對, 做容易一點 因為我最近也看過浩然一個訪問 也有看到他的學生 或者港隊的成員 他們在比賽上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很有創意 而且很快 其實很一瞬間就做完了 我想問速度會不會是 其中一個評分的標準 反過來, 速度會影響運動員 他本來做那件事的時候 他的準成度是否高? 譬如那件事轉得很慢 但譬如我個人飛得很高 你轉得慢是沒事的 但他說飛得很低, 時間很短 但我又要轉得很快 他變成準成度會比較低 有機會不敢說 總有運動員特別厲害 你問我雖然玩了一段時間 但要厲害的人總會有人更厲害 所以做的時候 他們轉得快一點 他都可以捉到 沒辦法, 他厲害 他厲害就沒辦法 加頭健身我最喜歡欣賞 就是上肢和核心肌肉那裡 青年人真的做得很漂亮 所以你走到公園 我經常見到有些人在玩加頭健身 我都靜靜地站在旁邊 看看他們 我們都很健康的形象 很勇、很吸睛 真的很健康的形象 以前當初我開始練習的時候 都是在湖外 好像有個報道就是天秀公園 那年的時候 其實經常都會有一些人 看到會站在旁邊 就是雷博士, 有時會站在旁邊 是, 很難看 雷博士有沒有站在旁邊 有, 要站在旁邊 其實是要玩玩的 因為他們參與的程度很不一樣 譬如我們年輕的 我們會喜歡飛來飛去 有些可能老一點的 他會想做到某些動作 已經很開心 有些可能來的時候 我純粹想做運動 但又不想要一個 很室外、很舒適的環境 我想我曬太陽 他們又會去做那些體能的鍛鍊 其實做著做著的時候 每個人的接觸都不一樣 所以很有趣 年輕人最喜歡打卡 而最簡單的 相對容易打卡 做靜態的那個 就是拿著 好像人旗 做著國旗 但這真是建議 在港鐵車廂 千萬不要做 是呀 真的有些人這樣拿出來 我真的見過 是呀 這個如果我們從入門 做到這個 要多久的時間 還有鍛鍊邊組肌肉 你覺得 就是做人旗 是呀 如果最一般說的那個人 我們叫做零運動經驗 如果他要做到一個人期 假設他是一個正常的運動 可能我一個星期操一兩天 他學那個動作 但是學的時候是一個方法 他要自己努力去鍛鍊的時候 又是另一件事 但是你問我教過裡面 最快的 都直接去那個動作做的話 我想都是要差不多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 就是你說久不久 在我們的世界 其實又不算很久的 你想想你是由零運動經驗 中間你有很多改變 因為你始終都要給腦子去適應 你的肌肉的增長 要習慣 所以他直接直接去那個動作 可能一年左右 但是其實我一般很少建議他們這樣 因為… 女生相對較少 如果梁麗勤想跟你玩一年 可以嗎 我這樣一個手臂 可以的,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 有些女學生 其實她一開始來的時候 她是想做引力上升 但是做一做一做的時候 說的是她會去到… 上到世界級舞台 又有… 我真的做不到引體上升 是,全部人都是由零下開始的 是嗎 那些女生… 我突然間很有自信 那些女生如果跟著你去玩之後 他們考幾個部隊都重要 考幾個部隊那些… 通常常知的力量女生 都是比較弱的 例如找我的男女學生也好 其實他們反而是想做到那個動作 譬如強身健康反而是副作用 他們覺得我個人外表不同了 大力了,他們覺得很合理 然後我做到那件事是更加開心 打卡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們做那個目的性強 做運動很講求那個目的 你無緣無故不會想做運動 你一定是有些症狀 不幸運就有些症狀 可能我就純粹覺得外表有些不同 想要有些不同的改變的時候 他就會做 有沒有一些肥胖一點的青少年 去玩之後 好像你有一種身形 有… 我本身又不是很肥胖的 我意思是會不會有肥的人 有… 因為肥的相對是重的 你叫在肝上做一些搖擺的動作 他會辛苦 這個其實我們一般… 叫做我自己的經驗來計算 其實做下去… 我這麼輕 我這樣說當然你覺得不順 但其實你想想 每一個即使那個人是重還是輕的人 以計算這樣計算的時候 他在做那個動作的時候 都是他的100% 他不會… 我不需要負責… 可能那個人是80kg的 我不需要做80kg的 80kg的人都不需要負責做40kg的人 是… 其實體感上是沒有太大分別的 明白… 做出來… 我現在都比以前重 但我覺得現在做的比較容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可能說肥膚膜不同了 然後那個値也不同了 那個値也不同了 其實做的又不一樣 還有我有見過… 譬如不是我們香港比較少一點的 有些外國真的好… 叫做真的比較龐大的人 他們真的飛來飛去 他們都可以冒犯後空花 我在加州… 冒犯後空花,很厲害 洛杉基、Santa Monica的沙灘 他們也很多的 那些肥得來… 很有力的 真的有點肥 真的… 而且看起來更好看 而且我想外國人 你知道他們有骨架 比我們亞洲人來說 又真的會大一點 但我們有好處 我們的骨架沒有那麼重 我們容易扔掉 不…他保持他的身體 他跟我們應該差不多 因為每個人的體重都是他自己 沒錯 他經常負責自己 你看看我們聊得多開心 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做街頭健身 繼續回來我們港台體壇一二三 雷博士,你覺得我跟嘉賓聊天後 健碩了,自信心都回來了 是,技術、專屬、體能、心理 你的心理是有進步的 有了 對了,誰的嘉賓這麼厲害呢 當然是我們的香港嘉賓健身總會主席 浩然,浩然你好 剛才我們說得很興奮 嘉賓健身真的…雷博士有站在這裡看 有沒有人帶你過去一起玩? 我看過他們玩 我很喜歡走過公園看那些人玩 其實是… 走過你玩 對,我覺得嘉賓健身很好看 我真是想問一下 現在腦中青 我們港台,我們以前是這麼大 上去九郎仔公園 我真的見過有些叔叔伯伯伯玩 有沒有最大年紀比賽 或者跟你們玩有多大 暫時其實很多… 我們叫做年輕人 他們其實都… 大哥也年輕,我也年輕 對… 很多每一個公園地方上 都會有這樣的群組玩 其實年紀都是偏大的 但其實他們都很厲害 我聽起來也有很多 但最近有一個我們的選手 他就是… 即是比賽的 真的比賽,去到比賽級數 上台,還要他進級的程度 他就62歲 兩蚊雞的老友記 要敏感 立刻來… 這是德職,現在兩蚊雞 他真的去到比賽的程度 的確是贏得年輕人 現場… 贏得年輕人是重要的 是晉級的 現場很多人幫他打氣 我看到他很神奇 我好奇理解一下 現場是否滿頭白髮 還是他有沒有染髮 還是怎樣 有沒有染髮 因為… 去到兩蚊雞… 兩蚊雞的… 真是很難看的 是吧 我想現場的震撼程度也不小 那一刻我們… 我當初收到他那個報名申請的時候 我第一次玩得很壞 我以為是否寫錯… 是否寫錯… 26,寫了62 我開始看後面就知道 因為我們要他們交照 因為我們會認得哪一個是他 他真的交照 他真的認真的 那時候我就尊敬 然後再去到現場見他 我跟他聊天 那時候他就說… 他立刻拿起衣服,拿六塊腹肌 反正反過來,你不覺得 你看到他的時候 你不知道會看到他是這樣的 多數都很…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一樣那麼高調 他們是很低調的 其實他來的時候 都看到他這樣,你好 但他上了圖,好像變成了別人 然後他們的感覺就是… 其實他說他的目的就是 希望這件事更多人見到 而且他想站出來告訴你 其實年紀大,就算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也好 老人家也好,其實他都可以自己玩 都對這一個環境 他就是想著這樣的目的 去離開我們的比賽 是 我就覺得這件事很震撼 所以那一刻他上台做的動作 那些動作還不是容易的 是真的要鍛鍊,說年份去計算 然後他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全場是爆炸的 應該是全場最受歡迎的 對,小手就是他 反而是最大,很誇張 是 尤勒勤,給你一個目標 是…我也想突破 希望成為最年長的女選手 我想問一下 本來浩然,你自己有教班 你自己接觸的那些同學 那些學生 其實那個年紀大概是… 我試過最小的六歲 都有,六至八歲 那他可以做什麼動作 他們多數其實做的時候 比較像是他們要動動 即是他們要走動 他們要跑跳爬窄這些基本操作的時候 還有要令到他們的上肢有使用的痕跡 即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正常好像一個小朋友 他是手上沒什麼做的 他只是玩玩具而已 可能你的手指很靈活 可能打機 可能打機,可能動 但他們的上肢是不會動的 那就令到他們… 譬如街道健身的特徵 就是比較… 他們可能去爬一些爬架 即是我們那些樓梯架 馬套架這些的時候 其實要逼力 不是逼他們的 就是令到他們有個誘因 我們想… 我想嘗嘗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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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朋友… 真的…如果小朋友 雙手有多少低高 是啊,不動的 雙手只是玩玩具 都是隨手 打機 在家裡你都不用… 我們小時候要幫幫大人抹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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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電視、電台旁邊的觀眾、聽眾朋友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讓他們嘗嘗玩一下 動多一點 是的 那他們會不會有什麼基本動作可以形容一下 就是小朋友通常 基本開始玩 例如六歲、八歲 他們可以做到 多數我們會叫他們做什麼 就是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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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反转过人是很简单的事 因为他们是很轻的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距离 应该这么说 他们站在这里的时间很短 你想想一下他很小 他可能说三四五六岁的时候 其实他站了多少 可能他坐在这里也比站多 所以调他们反转 跟大人比起来大人反转是很难的 因为大人是死都不反转的 是要站在这里 因为他们的肌肉记忆 很多时候他就是喜欢站 因为我们要顶天立地 所以小朋友多数我们会叫他们做 迎合他们多一点的反而支撑 还有有点可能我们捉住单个 脚要收进来 然后让他们可以做到转圈的动作 他们就落地 其实他们已经做一些 他们平时不会做的事 但那东西其实很适合他们做 但这些可能对大人来说 可能他会卡整个小时都做不到 就是因为他们不让自己反转 本来反应他不想反转 心理也是心理上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反应的 好了,小时候的小朋友 就大概做这类的动作 譬如跟你最大的年纪 又有些大概多少岁 很有趣,我常觉得在我的学生 他们的体验里面 他们常会跟我讲一些不同的故事 其实他们来的原因 其实很多完全是很少会重复的 某程度上 譬如年纪大的同学来到 他们会想做一些 他们人生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 譬如我想做一些 譬如好像刚刚说的人体国旗 他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但是他觉得很有型 他又觉得我是不是应该都可以有机会做到 其实我经常觉得他们踏入这个门口的时候 已经很厉害了 他们说真的 你可能五十岁、六十岁 甚至乎七十岁 你会做这些东西 如果他不是以前有继续做 他不会突然想做 但是他就觉得我想找一些东西 令到他们的人生 他们想有一些 我还有一个梦想 对, 连青人做到的事我都要做到 他们就会想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当然教他们的时候 某程度上 当然要专注 就是要专注多一点他们的安全 可能要复健 就是那些热身会做得更足 但是其实慢慢做下去的时候 反过来是他们催促我 不要做那么多这些东西 就是马上去买位 不要做那么多 我可以的 但是你提他一把年纪 真的要你热身 你的身体 你的肌肉的力量是不够的 我又不会觉得不让他们试是没有 可能我们试 就是我们的动作 也有分很容易很容易让他们试 其实对他们来说 我程度上都是热身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有时反而是我们 就是我们年轻一辈 会顾虑他们太多 其实他们做到 很多东西都做到 其实他一下子就能过去 你确定要刮到他很小 让他吃 他是可以的 这样做到他吃 后面其实他都不想 他都是这样 这就对了 刚刚的教练 我说对 好 那就去的 是 反过来他们有时会令到我觉得 其实我们是over take care了他们 他们很有胆识 既然他们走进来这个位置 他一定知道我们做什么 他不会是一个 就是我们比较 他一定不会是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想要改善 可能骨头疏松 他不会想这些 他一定是没有这些才会来找我们 现在如果我是家长 通常家长是帮小朋友报 一些运动兴趣班 都担心有一个安全 是 其实家长健身 譬如你们现在搬到室内 或者户外训练的场地 安全的措施是怎样的 很多时候小朋友 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爬 看到有假就爬 是 你问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 我小朋友都四岁 其实我会觉得 你给他 爬是天分 是 你不忐忑 小朋友会无忐忑 不是专性 对 他真的带我 会无忐忑 为什么他会认识 他真的认识 因为人类这种生物的本能 是 所以他们爬上去 钓着东西捉着 他们有些目名其妙的快感 对他们来说 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会很开心 我们本能来 是 他会很开心 然后其实家长的感觉就是 反而反正你会 我走近他是要的 在他旁边是要的 总是怕他跌倒吗 但是就不要拔他 反正我会见很多家长 他们会负到尾 但其实反正你托他一下 是可以的 但我就不建议他们拔他 推他上去 反正你拔他上去 那他真的害怕 你扔他上去 不是他真的自己的 是 是 是 那变成他们 其实他们本身是自己想玩的 其实他们是抱着一个玩的心态 去做这件事 其实大人都是 比如玩的那些都是玩的 但是那个场地 我见现在匡民署 所有的家组健身的场地 都铺了那些 那些远远的那些 那些器材 现在也有专家是测试过 那些柱子中落地都很硬 很硬的 是很硬的 那些其实他们的小朋友 就算他们跌下去之后 假设真的会不小心跌下去 其实他们也没有东西 因为下面 因为公园地的设计下 是软软软的 是 软软的 至于下面有些菠萝 其实下面有空位 它是线水和缓震 它下面不是一块硬的一块板 下面有些菠萝 是一个很安全的状况 大人跌下去也不同 所以不容易 那家长带小朋友 去找你们学习 街头健身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 都多的 因为始终我自己 会搬到室内教 其实小朋友来的时候 各地方很舒适 说真的过了疫情之后 其实家长的健康 和清洁的意识很足够 是 所以变成户外 你问我 我觉得还没有这么严重的 骯髒 但是室内 家长始终会觉得想一件事 再安心一点 而且始终你室内的地方 又远战又有一个压外的 你是看得到的一种安全 明显因为你不会碰到它 但你也觉得它有在是好一点的 就是这样 就是救生员 是 你想帮我每次接触 那个成员 对 这个例子计得好 还有一点时间 前景 你觉得我们香港 这个家长健身的发展 的前景是怎样的 其实你问我接受这四年 其实我每年搞的比赛 其实每年都比前一年成大 就是规模也好 参照人数多 如果我问你 莫言一个情况 我现在是18区 18区好像全港运动会都有 用18区来比赛做单位 有没有可能18区都有 不同的家长健身比赛 然后最后有个总决赛 是这样的 如果是 我也很开心 我就会很忙 是可以的 这个条件 这个方向的前进 有没有想法 其实我们本身搞的比赛 已经是 譬如我们一搞 就已经是要香港级数 已经是要全香港的一切 当然了 你地方有个地方 你地方的梯队会较阔 对 你会变成 你上去玩这件事 那个人会容易 现在有哪区 哪区是没有街头健身 那些康民署的设施 现在 反而哪区是有最多 我比较听得多 反而是 就是说港岛区的地方 听他们说 我的学生告诉我 其实是少一点的 是吗 因为会不会是旧区 不是 因为他们 因为他要翻新 或者新起的场 他才会加一些旧 是 旧有的那些 就也能去 很旧 或者是一些旧的规格 而且始终那些地 可能很多都披掉了 有些位置 他又不会列出 你要特意去转弯 这样挖他出来 才能找到 但是你说新起的地方 就会有很多 例如最新的启渡体育园 其实整个周边都有很多不同 可能 我记得也有三四个 即是启渡体育园 即将开幕的启渡体育园 都有街头健康园 已经有在 已经有在 现在新建的康民署公园 其实多了很多这些设施 而且规格上 都很近似我们比赛的设计 可能那支钢不是单一支 可能旁边有纳排架 就是我们可以爬楼梯上去 有纳猴架 那支钢是四方形 可能一支钢去到另一支钢 那些程度 都比起以前 我们开始玩的时候 好了很多 也多了很多 当然是逐步逐步来 你又是家长 又是教练 又要搞总会 要搞比赛 真的要一步一步 我也不心急 而且我想外面是有世界赛 有这些庞大目标 在眼前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玩 也会玩得更加有开心 还有目标 还有希望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你会比较具体地 可以告诉自己 可以拿到什么 没错 那就是大只仔 大家今天都看到 世界赛最高水平是哪些国家地区 最多数都是乌克兰 或者是港 都是东欧地区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他们本身的配套 譬如有些去园外国比赛 或者我之前去过外国比赛 看到人家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欣赏人家的气氛 是,他们会冲出来玩 明明那个人是完全不懂的 他可能是比完赛 看到之后很兴奋 我就去的 很意识 冲出去 可不可以这样 他就会做 整件事发贷的东西会影响到很多人 譬如香港可能你搞完比赛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人看完 他看完就完结了 不过这个是特性 是亚洲人的特性 放心吧 比较危险的 其实一直搞越多的时候 很多雷博士在这里看着的时候 就开始 终于有一天雷博士会冲出来 大家统级运动 从街头健身开始也很坏 是,今天很开心 可以认识到很多街头健身的东西 谢谢浩然 谢谢浩然,继续努力 下次再跟你聊 可以 谢谢 大家好,今天距离巴黎奥运会的开幕礼 还有九天 只要刚刚打完的欧洲国家杯 英格兰就输了 英格兰就输了 英格兰的足总突然宣布 英格兰的足球队领队收夫基是离任 这位教练已经执教了英格兰国家足球队八年长 但未取过一项大赛的冠军 另一位法国队的前锋 麦巴比 每个都说他去这个王家马德里 昨晚真是 终于延伸在这个班拿马球场 现在就是王家马德里的主场 也穿起他新的球衣 是九号仔 说给现场的球迷 有八万多的球迷欢迎他 都算不错的 他也说很小就已经想打王家马德里了 现在是梦想成真地说 美国男子篮球梦之队 在参加这个霸黎奥运会之前 也打了热身赛 跟这个澳洲比赛 结果他以98比92 险胜澳洲 在这场比赛 勒帮詹斯只贡献了10分 补选入五的安东尼·戴维斯 后备上阵 拿到全队最高分 都是17分 至于距离的三分球 是七射一中 但是这样他也赢到澳洲了 另外中国国家 男子籃球队也打了热身赛 他就跟骑士的下季联赛的球队比赛 结果是以68比71 输了给对手 在上海举行的上海桌球大司赛 这次以8号种子身份出赛的我们中国一哥 丁俊飞是以大比分 6比5 险胜今次10号种子的卡达 是入到八强 另外4号种子的卓林浦 是打出两冠破百 是以6比2 赢了默克威廉斯 贵冕冠军的奥沙利文 是以6比1 击败了周金豪 而我们另外一位中国的施介斐 就以6比2 反胜比数 入到八强了 说回我们香港金牛 男子籃球队 昨晚在主场出战武汉坤鹏 结果是以103比81大胜坤鹏 在全国男子籃球联赛 仍然以21胜一负排在榜首 交给你们两位 谢谢老郑师傅 雷博士 是 老郑师傅那件红色衣服 簡直是可以和我们现在的 酷热天气警告搭在一起 是, 那真的很热望 可以了 酷热天气 说起酷热天气 昨天我去了天文台 是 帮天文台拍一些 气象的冷知识的 节目 小资讯 都可以预先告的 预先透露一下 他应该可能下星期左右出 重点就是说这个极端酷热的环境里面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做些什么 应该做些什么 是 所以就让医疗团队可以作应对 还有现场是会提供足够的冰块和水 如果那些运动员需要降温的时候 就马上拿冰敷一下 喝足够水 所以我想起了 香港我们也有很多体育设施 是不是都应该加上这些资讯 给大家知道 起码现在36度, 37度 我们踢球也会慢一点 那是对的 另外一件事 如果面对酷热的天气状况之下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房间有冷气 就是选手串要有冷气 他们做些不做些 总之以来希望 真的像我们刚才那样 你有时候踢球没有冷气 是, 希望每一位运动员 大家懂得照顾自己身体 最重要 都要有冷气 今天到这里, 再见 想重温今集的 港台体坛123 立即登上港台网页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